视频中这个24岁年轻姑娘 开着自己买的房车 带着74岁的老父亲周游世界 活成了让人羡慕的样子 可你却不知道的是 她从小便被亲生父母抛弃 只因一个意外 她遇到了心存善念的养父 被带回了家中 养父为了抚养她至今未娶妻 每日靠捡垃圾种田为生 懂事后的她因年轻叛逆 伤透了养父的心 慢慢长大懂得了人间疾苦和养育之恩 从此一穷二白实现人生逆袭 陪伴养父度过幸福的人生 今天小李带大家走近 这位姑娘和养父 令人敬佩和感慨的人生故事 她教章白鸽 来自河南洛阳人 在白鸽几月大的时候 便被亲生父母抛弃在路边 50岁的养父 在捡破烂时遇见了她 心存善心的老人便把白鸽带回了家中 当家人知道老人捡来一女孩 都是劝说她放弃 因为老人靠捡破烂为生 自己都养活不了 怎么能带一个女孩呢 而后养父不顾他人劝阻